便来伺候本座 倒酒 这羊羹太烫 水凉 内盘虾制 薄壳 一同吃饭喝酒 与谁 你好牛逼 我带了一些糕点来给你 希望能给你骨剑 你喜欢哪种口味 我喜欢榴莲味 这些口味都是我爱吃的 想来 你也一定会喜欢 道道 不是问我喜欢什么口味吗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这 怎么不像糕点的味道 哦 原来你比这糕点 甜多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三五 经历了三四月的新游约潮 我们又陷入了漫长的涨草期 在这新黄不接的日子里 我忽然发现了一个 堪比游戏震惊部的游戏活动标题 粗暴 您即将获得和男神同居的体验 我点进去一看 发现居然是我的老鼠友花雨剑 这是一款打着古风恋爱旗号的RPG手游 去年十一月末刚刚开服 尽管当初的宣传力度并不大 但给人的震撼却不小 像我一样经常关注手游资讯的观众老爷们 应该多少有点印象 据说 在花语界里 你可以随时随地攻略任意MPC 我全都要 了解 冲着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后宫系统 古宫速在他公厕时入了坑 也很快感受到了来自经典套路的开幕累积 这个树东加你像他的情节一度让我有些懵逼 咋地 男人我还没泡呢 帽子到先给我扣上了 但是说回说 作为一个标准的总裁控加白毛控 本人还是毅然决然的入了这只骨 然而我实在是小看了制作组的脑洞和心机 这个离手前 大概是我目前遇到的所有总裁里最难攻略的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经我慢慢倒来 花语的背景设定在初唐时期 失忆的女主意外得到一只神秘的匣子 由此被搅入江湖纷争 踏上寻找绅士的旅程 而离手前就是追杀女主的反派大boss之一 树东归树东 这死可是冷酷的一批 但方面殴打NPC不说 还直接给女主下剧度 说话也是连潮带队 充分体下的冷傲着一性格标签 则说暗恋爱向手游的思路 主线和约会就是两个平行事件 主线再怎么哭圈八道拽 约会里也得老老实实的冲 但是割花剑这里就不一样了 人家可不是一般来者不拒的纸片人 你要是说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他鸟都不带鸟你 比如本人曾卑微地想去和李手前闲谈两句 聊习俗也没兴趣 聊才艺 哇呦 再想聊奔作累了 前前后后试探NPC 总算摸清了店主大人的喜好 并获得了和他踏青以及切磋的宝贵机会 然而到这里仍旧不能松陷 别忘了 你谈恋爱的对象可不是一般人 要么是唐高祖李渊的私生子 要么是未来的唐太宗 再不计也是墨家宗主 你没两把刷子能抢得过别人 所以女主不仅要精通誓词歌赋 更要熟练各种抑制小游戏 不得不说 花剑在和男主的互动性方面做的太实在了 你没实力还想靠高富帅 时刻花生米多喝两杯 再不行换成头包 所谓公主不负有心人 李寿前虽然对女主连怼呆念 但小姑娘做的事人家可是都记在心里呢 就算自己不胜酒力 还是坚持品尝小姑娘送来的来临家酿 喝醉了还要用歪歪扭扭的字体 给小姑娘写信 抱着人家讲故事 一周末到这里 我还以为又是什么马力苏套路 但想不到居然是一段 来自刘北辰达达配音的ASMR 而且还变相摘了开头 给玩家扣的绿帽子 李寿前不是义中人 而是觉得女主像自己的母亲 别 别跑 让我整一会儿 不 别误会 只是 你身上的味道 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得 是看官踢身梗的本人俗了 毕竟在大部分手游和网文里 父母都是拿来提天的 所以李寿前思念母亲这一人设 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也是后期 我对花姐男主比较有好感的缘由 制作组不会为了操美强人设 就把角色塑造的心狠手辣 或者形容弱点 反而借支线等形式 展现出他们感性化的一面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李寿前这种口弦提正直的反差傲娇 哎 是不是有点耳熟 好吧 其实我就是缠人家的身子 你下见 除了李寿前以外 其他几位男主的性格也相当讨喜 比如找了几项焦恩俊的师傅韩慈高 再比如俏皮活泼的秦王李世民 话说是不是心里的都比较有钱 除此以外 花姐的支线内容也相当丰富 小西岛甚至专门做了一个七日志 七日志并非大人物的恩怨情仇 而是由诸如歌女 师兄妹等数个小角色的故事组成 看惯了日式的超能力和拯救世界 花姐的江湖情长倒是颇有种反扑归真的感觉 呲嬷嬷说一句 我曾经和李世民下了一整天的气 介于某些游戏的骚操作在先 所以我入坑之前习惯先去了解官方和厂商 而从去年公测开始 我就发现花姐是只佛系的小绵羊 18年首发PVE 19年正式开服 至今还是一副不挣不强 岁月静好的模样 Tip上兢兢兢兢兢的收集玩家意见 我按足努力制造猛点和笑点 虽然一路伴着玩家的吐槽和指责 但竟然真的慢慢做出了自己的风格 这游戏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但如果不是追求顶级体验的硬核大佬 我倒是很推荐大家试一试 因为这游戏的捏脸系统 场景音乐以及人设配音都相当不错 机器长度也看比小电影 相当适合喜欢养成戏的女孩子 本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支持 如果你有其他小众或者冷门的手游推荐 也欢迎通过弹幕评论提醒安利 Up也会努力给大家发掘更多 有心意和亮点的女性像游戏 敬请期待吧